这里是圣经日日行第39天 面对充满敌意的世界 在伊朗和叙利亚等受到 伊斯兰恐怖主义威胁的国家和地区 基督徒不得不举家逃离 在这些地方 耶稣的跟随者们不仅要面临政府逼迫 还要面对恐怖分子的屠杀 伊斯兰国宣布 基督徒是他们的头号敌人 千百万基督徒正因他们的信仰遭受迫害 很多国家在刻意控制教会增长 甚至在具有基督教传统的国家 认真的基督徒也面临与日聚增的敌意 纵观历史 神的子民总是受到逼迫和敌意 当某些团体兴旺发展人数聚增时 社会就感到威胁 也许你正因为基督信仰而承受着来自工作单位 甚至家人的敌意 今天的经文表明 基督徒确实生活在一个充满敌意的环境中 神告诉我们该如何在逼迫中存活 甚至兴盛繁荣 诗篇第十九篇一到六节 研读神的启示 通过创造世界万物 神把自己启示给世人 大卫说 当你仰望穷仓时 你就确知有一位神 诸天述说神的荣耀 穷仓传扬他的手段 这日到那日发出言语 这夜到那夜传出知识 弗兰西斯·科林斯是人类基因图谱项目的总负责人 这个团队由两千多位科学家组成 此项目只在破译人类基因组中的三十亿个简机 弗兰西斯感叹道 我实在无法相信自然本身能创造这一切 只有一位超越时空的超自然力量才能做到这一点 神借着宇宙万物启示他自己 这是人人可见的 无言无语也无声音可听 他的亮带通遍天下 他的言语传到地极 当我们观看宇宙万物时 就能看到神的足迹 即他的永能和神性 尽管神已经向世人启示了自己 但世界却对他充满敌意 花些时间认真观察神的伟大创造吧 我们要为神的本质而感谢他 并好好享受他所创造的一切美好 主啊 感谢你每日每夜发出言语 感谢你 你的言语达到地极 新月圣经 马太福音 二十六章 一到三十节 明白神的应对之策 你是否曾被朋友冤枉或背叛过 是否有人曾密谋对付你 你是否曾受过任何形式的敌意 所有这些 耶稣都经历过了 神已经在造物中启示了他自己 但神的终极启示是通过他的儿子 即耶稣基督 为了解决世界的问题 神亲自来到这个对他充满敌意的地方 在本段经文中 我们可以窥见神给世界开出的药方 即由圣子耶稣基督来代替罪人 完成救赎之功 但世人却恨恶耶稣 第一 密谋 我们无需因人们对耶稣和基督徒的敌意而感到吃惊 耶稣知道自己将要被交给人 钉在十字架上 祭司长和长老们商议用诡计拿住耶稣 并杀了他 耶稣对十二门徒说 你们当中有一个人 要把我交给密谋杀害我的人了 第二 控告 当一个女人拿着一玉瓶极贵的香膏 趁耶稣坐席的时候 交在她的头上时 连耶稣的门徒都觉得这样做是极大的浪费 这个交香膏的事件真令人感动 神把耶稣奉献给了世人 神所付上的代价是我们无法想象的 因此 线上再贵重的香膏都合情合理 但门徒却为此大惊小怪 大多数人对基督徒所做的公益事业 比如辅助贫穷的人表示欢迎 但却难以理解我们对耶稣的敬拜 以及与此相关的事情 他们认为做这些事是浪费 认为基督徒本可以拿这些时间和金钱 去做更有意义的事 但耶稣却不这样认为 他说 他在我身上做的是一件美事 女人的行为透露了他对耶稣深切的爱 第三 背叛 为了钱 人们真是不择手段 仅仅为了三十块钱 犹大就把耶稣交给了密谋杀害他的人 这件事会让耶稣多么痛苦 因为犹大是耶稣最亲密的朋友之一 是他亲自拣选的门徒 但耶稣知道一切 你们中间有一个人要卖我了 然而 因着超乎寻常的爱 耶稣为所有人而死 在吃饭时 耶稣谈到了自己死亡的意义 通过掰饼喝葡萄汁 耶稣向门徒解释说 这是我立约的血 为多人流出来 使罪得赦 对于充满敌意的世界 耶稣的回答竟然是 甘愿死在十字架上 使罪被赦免 生命得赎 每当你领受圣餐时 神都在提醒你两件事 世人对耶稣的恨 和耶稣对世人的爱 主啊 感谢你向我们显明 如何活在这充满敌意的世界里 感谢你为我们而死 让赦免和救赎成为可能 旧约圣经 出埃及记 一章第一节到三章二十二节 晓得神是谁 摩西问神 我是谁 怎可以去见法老 而神对他的回答是 告诉摩西 神是谁 说到底 人类所有问题的答案 都不在乎我们是谁 而在乎神是谁 如果你问一个公元一世纪的 犹太人 谁是史上最伟大的人 他肯定会毫不犹豫地回答 摩西 在犹太历史中 摩西是首屈一指的人物 他不但带领以色列民族 脱离埃及奴役 重获自由 还赐给他们律法 出埃及记 向我们展现了一个新兴民族的立国大法 并让我们认识了律法背后的那个伟人 又不认识约瑟的新王起来 治理埃及 这位新王全然不知约瑟如何拯救了埃及 埃及人忘记了神的子民 在过去为他们所做的一切 埃及政府严严地压迫以色列人 让他们做苦工 以色列人就哀求神 神听见了他们的哀声 自人类历史以来 世人就一直试图除掉神的子民 但从未得逞 只是埃及人越发苦待他们 他们越发躲起来 越发蔓延 今天也是一样 教会越是受到逼迫 就越发展壮大 摩西是法老的义子 贵为王储 金钱 女人 权力 摩西本可拥有这一切 然而摩西毅然选择忍受苦难 他听从神的呼召 公开承认自己是希伯来人 在埃及贵族的眼里 以希伯来人是最下贱的奴隶民族 新约说 摩西宁可和神的百姓同受苦害 也不愿暂时享受最终之乐 他看为基督受的凌辱 比埃及的财物更宝贵 因他想望所要得的赏赐 做出这样的选择实属不易 然而摩西顺从了神的呼召 勇敢面对这个充满敌意的世界 摩西之所以能够顺服神 是因为他晓得了神是谁 神以各种方式向摩西启示他自己 并承诺 我必与你同在 这些有关神名字的启示极其重要 因为在希伯来文化中 名字被视为对一个人本性的宣告 神说 我就是我 我是自有拥有的 这是神对自己的宣告 也是唯一能完整描述神的方式 我就是我 这个名字宣告了神的独一性和超越性 从此以后 这名字就一直出现在旧约中 他的希伯来语是亚维 通常被译成耶和华 摩西的顺服源于他知道神是谁 神告诫摩西不要担心 将会面对的艰辛和敌意 因为真正重要的是 自有拥有者将一直与他同在 无论你正经历多少恐惧 焦虑和挑战 有神便足够了 当你知道自有拥有者 必与你同在时 你就能从容淡定 主啊 感谢你 在这充满敌意的世界里 你一直与我同在 无论面对多少恐惧 焦虑和挑战 有你已经足够 佩伯的补充 摩西得以幸存 要感谢五个勇敢的女人 石弗拉和普阿公然反抗法老的命令 挽救了千百个西伯来男婴的姓名 摩西的姐姐米利安 见机行事 帮助摩西的生母顺利辱养他 摩西的母亲将信仰传递给了三个孩子 摩西 亚伦 米利安 最令人惊奇 最令人惊奇的是 法老的女儿对摩西满怀同情 亲手搭救了他 今日金句 我必与你同在 出埃及记三章十二节 上帝的作为和律法 大卫的诗交给阅长 诸天述说上帝的荣耀 穷仓传扬他的作为 他们日复一日的述说 夜复一夜的宣扬 无言无语 无声无息 他们的声音传遍天下 他们的话语传到地极 上帝在天上为太阳设立居所 太阳出来时 如不出洞房的新郎 又如欢然奔跑赛城的剑儿 他划过长空 从天这边绕到天那边 热量光极万物 耶稣 耶稣讲完了这番话后 对门徒说 你们知道 两天后就是逾越节 到时人子会被出卖 被钉在十字架上 那时 祭司长和民间的长老 正聚集在大祭司 盖亚法的府里 策划逮捕杀害耶稣 但他们认为 在节日期间不宜下手 因为可能会在百姓中 引起骚乱 耶稣受高 等耶稣在伯大利 患过麻风病的西门家里时 有个女子 趁着他坐席的时候 把一瓶珍贵的香膏 倒在他头上 门徒看见后 生气地说 神浪费 这瓶香膏值不少钱 用来周济穷人多好 耶稣看出他们的心思 便说 何必为难这女子 她在我身上 做的是一件美事 因为你们身边 总会有穷人 可是你们身边 不会总有我 她把香膏交在我身上 是为我的安葬做准备 我是在告诉你们 无论福音传到世界 哪个角落 人们都会传扬 这女人的事迹 纪念她 犹大出卖耶稣 后来 十二门徒中的 家律人犹大 去见祭司长 说 如果我把耶稣交给你们 你们肯出多少钱 他们就给了他 三十块银子 从那时起 犹大就寻找机会 出卖耶稣 最后的晚餐 除教节的第一天 门徒来问耶稣说 我们该在什么地方 为你准备 逾越节的晚餐呢 耶稣说 你们进城去 到某人那里 对他说 老师说他的时候到了 他要与门徒 在你家中过逾越节 门徒照耶稣的吩咐 准备了逾越节的晚餐 傍晚 耶稣和十二个门徒 吃晚餐 期间 耶稣说 博士在告诉你们 你们中间 有一个人要出卖我 他们都非常忧愁 相继追问耶稣 说 主啊 肯定不是我吧 他说 那和我一同在盘子里 蘸饼吃的 就是要出卖我的人 人子一定会受害 正如圣经上 有关他的记载 但出卖人子的人 有祸了 他还不如 不生在这世上 出卖耶稣的犹大问他 老师 是我吗 耶稣说 你自己说了 他们吃的时候 耶稣拿起饼来 出卸后 白开分给门徒 说 拿去吃吧 这是我的身体 接着又拿起杯来 出卸后 递给门徒 说 你们都喝吧 这是我为万人所流的 立约之血 为了止罪 得到赦免 我告诉你们 从今天起 一直到我在我父的国 与你们共饮新酒的那一天之前 我不会再喝这葡萄酒 他们唱完诗歌 就出门去了橄榄山 出埃及记 第一章 以色列人受欺压 以色列的众子 带着家眷 跟雅各 一起去了埃及 以色是他们的名字 吕汴 西缅 利魏 犹大 以撒加 西布伦 汴亚敏 但 拿福塔利 迦德 亚瑟 雅各的子孙 总共有七十人 那时 约瑟已经住在埃及 后来 约瑟和他的弟兄 以及同辈的人 都相继去世 以色列人 生养众多 人口大增 很快 就遍布埃及 成为一个强大的民族 那时 埃及有一位 不认识约瑟的 新网登基 对他的百姓说 你们看 以色列人比我们多 又比我们强 来吧 我们要设法 阻止他们人口增长 否则 一遇到战争 他们便会 加入我们敌人的阵营 来攻打我们 然后 一走了之 于是 埃及人派监工 强迫以色列人 弗劳役 在比东和兰塞两地 为法老 兴建 处货城 以色列人 越受奴役 人口增长 人口增长得越快 散居的范围 已越广 令埃及人感到恐惧 于是 埃及人 更残酷地 奴役他们 强迫他们 获泥造砖 并做田间 一切的苦工 使他们 痛苦不堪 埃及王又命令 两个西伯来的 接生谱 施弗拉和普阿 你们在替西伯来 妇女接生的时候 如果看到 生下的是男婴 就把她杀掉 如果是女婴 就让她活下来 但这两个接生婆 敬畏上帝 没有执行王的命令 而是保留了 男婴的性命 埃及王召见 那两个接生婆 质问他们 你们为什么这样做 为什么 让男婴活着 他们回答说 因为西伯来妇女 跟埃及妇女不同 他们身体强健 我们还没有赶到 婴儿就生下来了 因此 以色列人口 继续增加 更加繁盛 因为这两个接生婆 敬畏上帝 上帝便赐福给他们 使他们生儿育女 后来 法老命令全埃及的人 把以色列人生的 所有男婴 都抛进尼罗河里 只让女婴活着 出埃及记 第二章 摩西出生 有一个立位族人 跟他同族的女子结婚 那女子怀孕 生了一个男婴 他看见孩子可爱 就把他藏了三个月 后来无法再藏下去 他就拿了一个葡萄篮子 外面涂上防水的 沥青和柏油 然后把婴儿放在里面 又把篮子 放在尼罗河边的芦苇丛中 婴儿的姐姐 远远地站着 要看看 她的弟弟 究竟会怎样 这时 法老的女儿 来到河边沐浴 宫女们 在河边行走 公主发现了 芦苇丛中的篮子 便吩咐一个婢女 去把她娶来 公主打开一看 原来是一个男婴 公主看见孩子在哭 就可怜她 说 她是西伯来人的孩子 婴儿的姐姐对公主说 我去找一个 西伯来妇女当奶妈 为你补养她好吗 公主回答说 好 那女孩就跑去 把婴孩的母亲带来 公主对那妇女说 你把孩子抱去 替我补养她 我会给你工钱 她便把孩子抱去补养 孩子渐渐长大 她便把她带到公主那里 孩子就做了 公主的儿子 公主给孩子取名 叫摩西 意思是 我把她从水中 拉了上来 后来 摩西长大了 她去看望 做苦工的西伯来同胞 看见一个埃及人 在殴打 她的一个西伯来同胞 她左右观望 进私下无人 便下手杀了那埃及人 把尸体埋藏在沙地里 第二天 她又出去 看见两个西伯来人 在打架 便过去 对李亏的人说 你为什么 打自己的同胞呢 那人说 你以为你是谁啊 谁立你 做我们的首领 和审判官 难道你要杀我 像杀那个埃及人 一样吗 摩西听了 害怕起来 心想 我做的事 一定被人知道了 法老听说这件事后 便想杀死摩西 摩西为了逃避法老 就逃到米店居住 一天 他坐在一口井旁 米店祭司的七个女儿 来打水 要把水倒进草里 印他们父亲的羊 这时 来了另外一群牧人 要把他们赶走 摩西便起来 帮助他们 打水 印他们的羊群 他们回到父亲 刘尔那里 父亲问他们 你们今天 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 他们答道 有一个埃及人 救我们 免遭牧人的欺负 还帮我们 打水印羊群 他又问女儿们 现在 那人在哪里 你们怎么可以 丢下他不管呢 去请他来吃点东西 后来 摩西同意住在那人家里 那人把女儿 西婆拉 许配给他 后来 西婆拉 生了一个儿子 摩西给他取名 叫格顺 意思是 我成了在一乡寄居的人 过了多年 埃及王死了 以色列人受尽奴役 就哀叹胡求 声音传到上帝那里 上帝听见他们的哀声 顾念从前跟亚伯拉罕 以撒 亚各所立的约 就垂顾他们 体恤他们 出埃及记 第三章 上帝呼召摩西 摩西为岳父 米电基斯 叶特罗放羊 一天 他领着羊群穿越旷野 来到上帝的山 河列山 忽然 有耶和华的天使 在荆棘里的火焰中 向他显现 摩西看见荆棘虽然在燃烧 却没有被烧毁 摩西想 我要过去 看这个奇异的景象 荆棘 为什么没有被烧掉呢 耶和华上帝 见他要上前观看 就从荆棘丛中 呼唤他说 摩西 摩西 摩西说 我在这里 上帝说 别再靠近 脱下你脚上的鞋子 因为你所站的地方是上帝 又说 我是你祖先的上帝 是亚伯拉罕的上帝 以撒的上帝 和雅各的上帝 摩西害怕看上帝 就把脸蒙起来 耶和华说 我已经看见 我子民在埃及所受的苦难 听见了 他们因监工的压迫 而发出的呼求 我知道他们的痛苦 我下来 是要从埃及人手中救他们 带他们离开那里 到一个辽阔肥沃的奶蜜之乡 就是现在 迦南人 赫人 亚摩利人 比利系人 西北人 和耶布斯人 居住的地方 现在以色列人的呼求 传到我耳中 我也看到了 埃及人 怎样压迫他们 现在去吧 我要派你到法老那里 带领我的以色列子民 离开埃及 但摩西对上帝说 我是谁啊 怎么能去见法老 把以色列人从埃及领出来呢 上帝说 我必与你同在 你带百姓 你带百姓离开埃及后 你们必在这座山上 侍奉我 这将是我派你去的证据 摩西问上帝 假如我到以色列人那里 对他们说 你们祖先的上帝 派我来你们这里 他们如果问我 他叫什么名字 我该怎样回答他们呢 上帝对摩西说 我是自有拥有者 你要这样回答以色列人 那位自有拥有者 派我到你们这里 上帝又对摩西说 你要告诉以色列人 是我派进你到他们那里 我是他们祖先的上帝 耶和华 是亚伯拉罕的上帝 以撒的上帝 雅各的上帝 耶和华是我的名字 直到永远 世世代代的人 都要这样称呼我 你去招聚以色列的长老 对他们说 你们祖先的上帝 耶和华 就是亚伯拉罕 以撒 雅各的上帝 向我显现 说他关切你们 直到你们在埃及的遭遇 他应许要带领你们 脱离在埃及所受的苦难 到迦南人 赫人 亚摩利人 比利西人 西魏人 和耶布斯人住的地方 那里是奶蜜之乡 以色列的长老们 必定听从你的话 你就跟他们一起去见埃及王 对他说 西伯拉罕的上帝 耶和华向我们显现 现在请你容许我们 走三天的路上 到旷野去 向我们的上帝 耶和华献祭 我也知道 除非我用大能的手 向他施压 不然埃及王 不会让你们离开 因此 我必伸手 行各种神迹 攻击埃及 之后 他必让你们离开 我必是埃及人 恩待你们 好叫你们 不至空手 离开埃及 你们的妇女 只管向埃及 其邻居 及住在邻居家的妇女 索取金器 银器和衣服 给自己的儿女穿戴 你们必这样 读取埃及人的财物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